梦境里啊,这个关公我们说的有点高了 大概五六层楼是有了 身边的随从也有三四层 那我在他面前就修板凳一样 身边有一个道友 我就说这次梦是不是真的呢? 我说他也梦到过关公 然后一问,身躯很大 穿的这个战袍 我说是不是绿色的是 这个形象还拿这本书 不知道是不是又在看春秋 总之,这个相对的也对上了 你说你都去电视里看了吧 那就不管了 反正现实中跟有一些事有对应 梦境当中呢,张义书才四个大字 他印象,不用嘴说的 他都用心念出来这么几个字之后 他转身,这个披风转袍啊 就随风飞舞 非常的英字洒爽 那我就觉得 我是假光公 这个大的才是真光公 以为自己做得不到 多多少少还有一点私信想法 当然这样过度自我反省 也是好的 但是有的时候 忽略大的去想小的 就麻烦了 实际上我是帮错了 帮错了事 导致我现在这个灾 这个灾同时呢 还有一次梦境 就是 我一个同样小学同学 跟这个坑我的小子 他们三个 加上我 坐车 从远方 过我家 然后又往远处走 我那个同学呢 他是房待我跟他周转 帮他救济过一段时间 然后到了我家之后 他瞎了 结果这个 发小 他就越走越远 被鹿猪马了 那么这个就是很明显了 这个梦 他已经 人变了 经过这个事之后啊 就算他以前是好的 那么之后 越走越远 我就应该惊醒了 实际上当时也有这个概念了 但是没有太重视 就很麻烦 这种 应焰的梦呢 我们同时 呃 还有学这个医学啊 算 啊 瓜 然后 就批命吧 说 18年 无需 因为 才多深入 这个才同天 说有大才 反而会出灾 那这一年呢 就是 他跟我说各种的这种 编造的谎言 我以为是 各种的意外 咱们经得起过去 啊 也就过去了 事后 没想到 还是学艺不经 一瓶不满 半瓶晃的 都是这种人 哈 所以 导致呢 压根 无需 在 嗯 这个 六任当中 就代表天空 天空压根就是骗局 所以很多人这一年 回去看一看 如果是为记忆的话 啊 啊 身 又又又 跟身是对立的 这么一个 之神 那 就会有这种事啊 发票啊 各种的 虚拟的债务啊 啊 放空枪 然后 我们就是 梦境也是同样的道理 就是经常 会聪明反被聪明武 本来是好作用 那 结果 才在想法 想不想呢 也白答了 想呢 也想怕过度 从现实当中找到了 也可以 但是 这个总是有的没的 就有这些东西 看你怎么去 员用它 你会 那么就会的 明白一点 不然还会不会 我们再延伸一下说 关公 关羽之外呢 就是张飞 有史书记载啊 在宋以后 啊 这个 啊 都有很多书 啊 宋明庆 都有说这个 这个 张飞是岳飞的转世 啊 曾经甚至有皇帝 啊 宋什么宋 旁边一个金家武士 就说我这个 一帝啊 像当年呢 他已经落到岳甲了 包括这个 岳飞的母亲 父亲都会做过这种梦 哇 张义子就来了 就这样 这种 我们可以一听 然后呢 这种梦 就说